Spark及生态圈的概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章节的课程的目录 第一个部分我们要介绍一下Spark它的产生背景 在学习任何一个框架之前 建议大家都要对这个框架的产生背景做一定了解 肯定是我们现有的技术 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线上的业务需求的时候 才会有新的框架新诞生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Spark它的概述和特点 那么现在Spark这么火 它到底有哪些特点呢 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Spark的发展历史 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从产生之后到现在 它中间经历了哪些版本的发布和迭代呢 第四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Spark它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调查 从这个调查里面我们是能够发现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第五个我们要对Spark和Hadoop来做一个对比 那么从大数据产生的时候 其实最原始的处理框架就是用Hadoop来进行处理的 Hadoop它肯定是有些局限性才产生的Spark 那么我们需要对Spark和Hadoop做一个非常详细的对比 在这个对比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从三个部分来 第一个是Spark生态系统和Hadoop生态系统的一个对比 第二个我们拿Spark和Hadoop来做一个对比 第三个我们拿Spark和Mapduce来做一个对比 让大家能够更加全方位的知道 它们的优势和缺点在哪里 第六个我们来看一下Spark和Hadoop它的协作性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些框架之间它并不是谁来替换谁的一个角色 它们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相互协作 才能够使得我们的数据处理更加的方便和快速 第七个我们要了解一下Spark它的开发语言有哪些 既然我们现在要学习Spark搜索的项目 那么我们对它的语言的了解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一下Spark它的运行模式有哪些